波音降落又出包,机头滑行10人伤 海亚航空那才过半个月 美国前天又传西南航空一架客机 在纽约拉瓜迪亚机场发生降落意外 这架波音737-700型客机载有150人 降落前毫无异状,放下起落架 没想到起落架突然断裂,机头着地 乘客感觉到冲撞,机头一直滑行 两侧擦出火花,冲出跑道 停在草坪上,造成食人轻伤 都是背部和颈部受伤,并无大碍 消防车立刻感到灭火 乘客从冲气室滑到逃生 拉瓜迪亚机场因此意外暂停起降两小时 有乘客指出,飞机之前因为轮胎问题 延迟起飞 这架飞机上周四才做过检查 美国非安单位已派人前往调查事故原因 动新闻综合报道